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苹果 今天是一月二十三了 今天来到林基家的柜位这里 看一下它的柜位 现在的话 牙眼在冒出来 但是白点的话 还不太明显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不是很明显 现在的话 这棵还是有一丁点还行 但也不多 慢慢露出来 应该也就是这十来天的柜位 你要它已经挖好坑了 准备到时候 试点肥给它 应该是等它 等它露白之后 一块蟹花的时候 大家看到 把这种环钩 这边是邻居的 它的柜位 它的柜位的话 基本情况也也是这样的 你看到没有 你看到没有 基本都是 现在在饱满 冒出来 它牙眼已经大部分都在出来 看到没有 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了 大家看一下它的柜位 也是比较矮的 今年的话 摘果摘了好多 今年的话 它这边 哇 全部都垂下来 它这边的柜位 然后它的那个飞子啫 的话也还行 但是我们看一下 它旁边的那些飞子啫 目前的话 目前的话 牙眼也是 也是这样 也是慢慢饱满 我们大妹 已经这么长了 20多公分 它的它的现在还没出来 我们离它这里不远 也才 一公里左右 前面的 前面的东楼是我们的半工楼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离这里半工楼 才三百米 两百三百米 这样 所以说它这个果颜 跟我们就差了一点 它的荔枝 这个飞子啫就不一样 我们的已经 从木脊帮都冒出来 它的也是才硬一点 说明 说明它的一个术室 影响很大 像我们那边去 没打到药的 所以它很多出来 像它这边的话 青年果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它现在比较晚 看了好几棵 好几棵 这个飞子啫 基本上都是很少 你看现在才露出来 还有一点 比较少了 我看了这么多棵树 你看只有这一棵 这一棵好一点 你看 哇 不过也比较好 你看 琢磨都是单枝花 看到没有 琢磨都是一条一条的 看到没有 它这些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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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 哎 这个对焦 是吧 大家看 大家看一下 都是单枝花 都是单枝花 比较多 说明它控的还是比较好的 干一下 它不像那种杀烧的 如果你抽冬烧之后 你再杀它 很多是那种虫 虫枝花 如果你一直压制控住它 不让它出来 可能就是单枝花 所以大家也看到它这个 鸡棒 没有杀那个 你看 陆陆细细在冒出来 就底部这有一点 其他的 基本上还没有出来 实际上 应该也不用担心了 应该会出来的 大家看到 哎呀 大家看到没有 这管 它应该也是 也是大寒之前 大寒之前打 打吹花药 肯定是 还要补充营养 阅免肥这些 你看管都在 还在这 都还没收好 大家也看到 一般的话 我看一下这种若树 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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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花 很多 大家看到吗 它顶端基本上都来 若树它又 它又 给它传承 刘子孙后代嘛 所以它拼命的 开花结果给你 大家有看到 你看它这个 肥子孝 基本上是顶端有一点 底下的现在才冒出来 看到没有 这些冒出来 白点的话 有一丁点还 还不是太明显 慢慢慢慢的出来 还是可以 它这边的话 应该是比较晚 它这边的 肥子孝 这些齿熟 看到没有 出来了 已经大部分出来了 不用担心 应该 因为上周 一直都没见出来 有些人就很担心 这边就是这个情况 它这边 好多都是单枝花比较多 看到没有 都是单枝花 这个多一点 还是可以的 这边管理 肥子孝 的话 管理了好 二十几年 十几年 这些还在饱 看一下 每年都矮化 它摘完绿植之后 都矮化 但是的话 它矮化的不是太矮 稍微也有三米高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些 稍微也有三米高 不像我经常发视频 那个果眼 经常发视频 那个果眼 就我们伸手就可以了 就这么高的 那个矮化 比较严重一点 那个回缩太严重 你看这个 人家两三米 三米高 也是可以的 不是太高 太矮 因为太矮了 它那个树形叶子 不够多 结果会少很多 如果你是这种散心的 可能结果会多很多 大家看到 它现在的话 基本都是顶端有了 它这个肥子像 底部的话 目前陆陆续续在 再出来 看到没有 你看 这个牙液 基本是这个情况 它整体果眼 你看我们走了这么多处 走了这么多处 基本就是这个情况 基本都是花牙 陆续出来 大部分都还没有一层 它这个果眼 它这个果眼的话 有五六百颗肥子酵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 最好呢 还是要打一下这个 吹花 细胞分裂树 叶面肥 牛体棚 这些 今天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苹果 喜欢的话 请点赞 关注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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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